宗徒大事录 第二十三章 宝露注视着公义会说 诸位人人弟兄 我在天主前做事为人 全凭纯善的良心直到今天 大司纪阿纳尼亚 却命站在旁边的人打他的嘴 那时宝露向他说 粉白的墙啊 天主将要打击你 你坐下审判我 应按照法律 你竟违反法律下令打我吗 旁边站着的人说 你竟敢辱骂天主的大司纪吗 宝露说 弟兄们 我原不知道他是大司纪 因为经上记载说 不可诅咒你百姓的首长 宝露一看出 他们一部分是撒杜赛人 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 就在公义会中喊说 诸位人人弟兄 我是法利赛人 是法利赛人的儿子 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 现在受审 他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 便起了争辩 会众就分裂了 原来撒杜赛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 也没有神灵 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 于是喧嚷大起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 起来力争说 我们在这人身上 找不出一点过错来 或者有神灵或天使 同他说了话 争辩越来越大 前夫长怕保禄被他们撕裂 便命军队下来 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 带到营里去了 次夜 主显现给保禄说 你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 也该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 天一亮 犹太人共商阴谋 发自主的事说 不杀了保禄 绝不吃不喝 发这事的有四十多人 这些人来到司机长 及长老前说 我们发了自主的事 不杀了保禄 什么也不吃 所以你们同工议会 现在要通知千夫长 待保禄下到你们这里 你们假装要更详细审讯他的事 我们早准备好 在他来到你们这里以前 就杀掉他 可是保禄姊妹的儿子 听到了这种诡计 就来到营里 报告给保禄 保禄就叫了一个百夫长说 请领这个青年到千夫长那里去 他有事要向他报告 于是百夫长就带他到千夫长那里说 求犯保禄叫我去 求我把这个青年领到你这里来 他有事要告诉你 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 私下询问说 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 他说 犹太人已约定请求你 明天把保禄带下去到公益会里 假装要更详细查问他的事 所以你切不要听从他们 因为他们中有四十多人 埋伏着等待保禄 这些人已发了自主的事 非杀掉他 绝不吃不喝 现在他们已准备好 只等候你的应允 于是千夫长便打发那青年走了 并吩咐他说 不要向任何人说 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 千夫长遂叫来了两个百夫长说 预备二百士兵 七十骑兵 二百长枪手 今夜第三时辰 往凯撒勒亚去 并备妥牲口 叫保禄旗上 把他平安护送到 斐里斯总督那里 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喀劳迪里西亚 向总督斐里斯军坐请安 这人为犹太人拿住 快要被他们杀掉时 我听说他是罗马人 就带军队到场 把他救出 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以控告他的原由 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议会去 得知他被控告 是为了他们的法律问题 并没有任何该死或该监禁的罪行 有人告知我 将有阴谋陷害他 我便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 并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诉他 祝你安好 于是士兵照所命令的 夜间带领保禄到了安提帕特 第二天让骑兵跟保禄同去 别的就回到营里 他们进了凯撒勒亚 把信呈给总督 并引保禄到他面前 总督读了信 便问保禄是哪一省的人 既查知他是基里基亚人 便说 等控告你的人来到 我再听审你 所以下令把保禄看守在黑洛德王府里